第二首节目表演 这是我们第二首节目表演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总共准备两首歌曲 那第二首表演开始之前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这是一个阿卡佩拉社团 这些是我们高一二的生力军 我们今年刚毕业了一团 如果你们可以到网上Google 叫做寻人启示 在4月份的时候拿下了 我们去上海比赛 亚洲冠军 代表亚洲去参加世界赛 也在纽约歌喉战节目里面 拿下全球冠军 所以人家说今年的歌喉战 非常的中国化 因为孩子就是利用了我们自己 自己阿妹那个歌曲去改编的 那今天我坚持是我们学校 我们校场面看吧 让我们的生力军高一二出来表演 因为我们去年的寻人启示 也是第一次登上大型舞台 是在我们台北科学日里面做表演 我们未来也希望我们的学生 主动未来 所以很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接下来就由我们的学生来做第二首的表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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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HHH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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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